一个前途光明,拥有豪宅的年轻人却在海滩挖了一个坑将自己埋进去,等待着潮水将自己淹没。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 今天为大家带来惊悚故事《掌潮将你冲走》。 周末一大早,哈利正在沙发上小气,突然他听到门外有敲门声,打开门看见来人是老白,他和老白两人并不对付,因为老白是他女朋友贝奇的丈夫。 没错,他捋了老白。虽然老白和贝奇已经感情不在,但老白却一直不肯答应离婚,这样关系的两个人显然互相看对方都不顺眼。 老白一进屋就开始捣鼓电视机,还埋怨哈利没有准备磁带,但哈利明白老白的拜访绝对不简单。 果不其然,老白一开口就跟他说了一个坏消息,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录音机开始播放,贝奇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 贝奇在向哈利求救,很明显老白绑架了贝奇。 哈利不可置信地看着老白,威胁到如果他不告诉自己贝奇的位置就杀了他。 老白却淡定自若地表示他不敢杀了自己,因为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找到贝奇。 他说想要救贝奇的话就跟他走一趟。 哈利对贝奇也确实是真爱,他答应了老白的要求,跟他来到荒无人烟的海滩,沙滩上立着一个铁锹。 意识到贝奇很可能被埋在下面,哈利想也没想就冲了过去,可是还是没有看见贝奇的踪影。 现场只留下一个沙坑,意识到自己被耍的哈利拿起铁锹就要砸向老白。 谁知老白这个老狐狸早有准备,已经掏出手枪对准了他。 这一下哈利不敢乱来了,老白命令他跳进沙坑。 在手枪的胁迫下,哈利只好照做。 第一步得逞之后,老白又命令他跪在坑里,用沙子将自己埋起来。 哈利觉得是可杀不可辱,这样活埋自己还不如给他一枪来得痛快。 但老白说并不打算活埋他,只不过接下来他准备让哈利渐见贝奇,害怕哈利乱来,这才限制他的活动。 哈利不敢相信老白说的话,但迫于老白手里的枪支,只好认命将自己埋入沙坑。 随后老白搬来一台电视机,电视里的女主角正是贝奇,只见她也和哈利一样被埋在沙坑里。 随后潮水一步一步地将贝奇淹没。 原来这不是给他见到贝奇的机会,而是折磨的开始。 意识到上当的哈利虽然气急败坏,但是动弹不得,只能够任人宰割。 眼看着就要涨潮了,老白留下电视机和录像机得意地离去,留下哈利一个人在海滩。 很快电视机随着涨潮断电坏掉,而潮水像淹没贝奇那样开始涌向哈利。 回到家的老白则一边享用美酒,一边看着监控里发生了一切。 很快哈利就支撑不住了,他在最后对着监控发下毒誓。 潮水退去,老白回到沙滩收回电视和监控,却并没有见到哈利的尸体。 或许是潮水将他的尸体冲走了。 晚上,老白正惬意地看着电视,突然他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呼唤自己。 一想到哈利死前的诅咒,他瞬间紧张起来,可是仔细听又没了动静,打开窗户也并没有发现人影,监控里也没有任何发现。 他以为自己是幻听了,然而就在他放下戒心去洗澡的时候,屋外却出现了两个影子,接着门被打开了。 有人进来了,老白听到动静,警觉地出来拿上了手枪,并威胁对方不要乱来。 可是脚步声并没有停止,一直蔓延到了门外。 老白打开门,看到挂满水草的一男一女,正是此前被他折磨的哈利和贝奇。 两人皮肤被泡得发白,显然死去多时,现在的老白已经无法杀死他们,毕竟他们已经死了。 老白不信邪朝他们开了几枪,可是毫无作用。 哈利和贝奇依旧在逼近他,老白被吓得扔下手枪,躲进了卫生间。 就在他以为安全的时候,转过身来,两人却在背后死死地看着他。 最后老白被捉住,埋在了海滩,等待着被海水侵蚀的那一刻。 不知此刻,他的内心是否会和之前的哈利贝奇一样绝望呢? 这或许就是恶人有恶报吧。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惊悚指数两星半。 这是一个男人报复出轨妻子和情夫,最后又被二人的鬼魂报复的故事。 双方都是受害者,但双方也都在原则上犯了错误。 只不过比起背叛的妻子,得不到就毁掉的手段更让人心惊。 如果爱意已经不在,也不要让所谓的恨意困住自己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。 喜欢这类故事就关注我吧,咱们下期再见。